韓國女團Color前成員巨荷拉 去年11月被發現在家中心亡,中年28歲。 她生前遭到髮型師前男友崔宗范打到子宮出血, 拿性愛短片威脅, 想不到男方在去年8月的一審正是判緩刑, 之後還開派對慶祝,引起重怒。 當時,巨荷拉要求上訴, 這日二審終於宣判了, 崔宗范被判入獄一年及即時拘留。 巨荷拉的哥哥巨浩人,這日都有現身法院。 她表示,對於崔宗范終於被判實刑而不是活刑,感到滿意, 但遺憾對方過去對於妹妹所帶來的傷害, 最終只判處一年的監禁。